受访专家,崔力宏,海军总消化内科主任,主任,教授,医学博士,博士研究中导师的,擅长功能性胃肠疾病的诊治,消化到肿瘤的早期诊断级,肝胆疑疾病的诊治,消化到疾病内窥镜的诊治技术,出诊时间,周四上午,入秋以后,天气渐凉。 这正是为肠道疾病多发的季节,许多人在这个季节里,频繁感到烧心,脉酸,矮气,胸部后不适,或者发生不明原因的咳嗽,咽咽,甚至哮喘,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信号,你患上了卫士管反流病,或是疾病再发了卫士管反流病,也是只求老虎,下秋交替之际一出现,季节,心情,饮食等因素, 疾病易发卫士管反流病,俗称烧心病,是一种高患病率的消化系统疾病,是为内容物反流,引起不是症状和或并发症的一种疾病,其典型症状是泛酸,烧心,胸部后续烧着样感觉。 蒙特利尔共识是医学专家对卫士管反流病达成的权威共识,他指出,只有烧心,泛酸症状的病人即可逆诊为卫士管反流病,因而医学界普遍认为烧心,泛酸是该病的最核心症状。 除此之外,很多患者还会出现矮气,胸部后不适,咽通,慢性咳嗽,声音嘶哑,哮喊,哮喘等疾病的悲病型症状。 该病发病季节性强,3-5月,9-11月高发,着急生气,心情不好,工作压力大,也是该病的优业。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饮食不当,使用炸酸炸气多的食物,包括过甜的食物,碳酸饮料,茶,咖啡,红薯,韭菜,杀,洗盐等,季节,心情,饮食等因素可以影响神经,内分泌及免疫功能。 腹胶感神经受到刺激后,会促进更多的胃酸分泌,验发烧心症状,认知度,就诊率低,提高认知,及时正确就诊胃室管板流病发病率高,城市高发,且如年上升,有文写统计显示全人群发病率每5.77%,按中国13亿人口算,病人大约7500万。 其中北京,上海这些大城市发病率约17%,而在三吉甲等的消化科门诊,卫士馆反流病患者比例已大于40%,北京几家三甲曾做的联合调研,结果显示是47%以上,但能来看病的病人却不到10%,一方面是病人对该病不了解,很多病人没有听说过此病,认为炭酸,达克不是病, 有些病人,有些病人患慢性咽咽,慢性鼻竇炎,生带膝肉,鼻息肉,有些病人慢性咳嗽,慢性哮喘,有些病人使管人性的心脚痛,胸闷,还有些反复口腔溃疡,迟迟的,这些病人常就诊过很多砖壳如耳鼻口,呼吸,吸内,口腔,做了大量检查,熟心电图,心脏超伤,心肌霉,甚至心导管, 肺客拉等,都没有问题,最后这些病人,经过排查,口腔科,耳鼻口科,呼吸科,吸内科的专家会把他们介绍,到消化内科来看病,另一方面是一些肺消化科的医生对卫视管法流病认识不够,客观上可延误了卫视管法流病的确诊和,目前,全国大多三家的消化科,都开展了卫视管法流病的诊治, 有了类似烧心,泛酸,癌气等症状,先到消化科排查,以免走弯路,再发帅高,规范很重要,卫视管法流病的定义为动力障碍的酸消关性疾病,首先就是有动力障碍,正常人为酸在胃内分泌,消化食物,从未往下走,往十二指长排,而患者一是胃酸一直走了,或者在胃里不动了,二是胃酸多了, 动力障碍的酸相关性疾病原则是易酸,促动力,如果患者有泌烂,溃疡,就还要消负粘膜,经除粘性自由基,然后及时认识,及时调整,及时结构,及时调整生活节奏,这种病是可以做到完全临床治愈的, 易酸以前都用H2受体积抗剂,吸尼提钉,雷尼提钉,法莫提钉的,一些中和胃酸的药,现在专家不太推荐,因为易酸强度,作用时间不够,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 现在国际公认的卫石管反流病的药物是PPI这类药物,埃索美拉座,奥美拉座,潘托拉座,雷贝拉座,兰索拉座等, 它们易酸强度,作用时间可达要求,且副作用最低,再就是促动力,如果黏膜有可能,还需使用黏膜保护剂, 对于卫石管反流病,除了需要寻求正规诊断外,患者自身养护也很重要,尤其在高阀季节,患者更需要精心的保养, 那么,下囚之际患者如何护卫呢? 有以下几点,一,饮食饮饮温,软,淡,素,鲜泪移,做到定时定量,小时多餐, 二,注意记嘴,不能暴饮暴食,需戒烟戒酒,睡前三小时不吃夜宵, 三,平心静养,讲究心理卫生,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稳定,避免紧张,焦虑,闹怒等不聊情绪的刺激, 四,注意脑溢结合,防止过度疲劳而殃及微物的康复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